好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游侠打天机的视频 是个剑文 不是暴死是肯定 要归宫了 好 逻辑蝶 好 第一位让他就去了 好 好嘞 哎呦 哇卡 参加了两分 打这个剑什么就是心里压制战啊 跑到他面前跟他在他旁边绕一绕 逼着这个家伙放弃呢 然后打他的这个落地点就OK了 总的来说还是很轻松的 还有就是稍微算一下这个追踪剑啊 如果就是最终剑你算好了 你可以拿二连射断啊 拿鹰家 对吧 突然很迅速的砸下去 都是可以的 OK 好的 下面是第二盘 估计是个圣旗 好 十个圣旗 好 十个圣旗 好 没有死 绿武十大 现在还不用担心 这个预复物多后就差不多了 盾挡不要怕 对待圣旗是不是爆发可以开的 没有关系 因为他化身后也秒不掉那个本子 哎呦 没关系 哎呦 翻鬼门出来 接下来的不要化身 结束了 不会吧 这叫圣旗斯啊 这是弓箭手吧 这里就是简单说一下 打圣旗斯跟十字军的区别啊 打圣旗斯的爆发想开就开 但是打十字军的爆发不能随便开 因为他有审判力量 就是那个开了后 这个一下就砸十几万的技能 打十字军简要说就是 他什么时候开 审判力量 你什么时候开爆发 然后你就跑 他只有靠这个秒捏 里面如果不开这个技能 打你根本不怎么掉血的 好吧 就这样子 啊对了 打这个圣旗 简单说只要算个五十大 确确的说这个五十大 就算你没东西多了 你也要跳 因为如果你是原地在地上 他能打晕你 如果你是跳着中招的话 那你晕不掉 你晕不掉 就是不晕 他就没法接后续的技能 好吧 就到这 咳 貌似看这个情况 好像又是个牧师 亲儿子 呃 天璞我也 呵呵 哦 盾挡哥 啊 哎呦喂 早早不跳了 哦 盾挡 不知道我巨峰舞啊 哎 化身了 化身没有关系 好 那我也干我的 哎呦喂 差点添住他了啊 还好 我无敌我自豪 啊 啊 又是 拼住我也 你慢慢来 我也跟你慢慢来 好 你为什么说好呢 因为我放这个 你不能给你 一瞬间 他马步了 啊 卡了 OK 可以连一连 哎呦 翻滚 耶 啊错了 呵呵呵 不好意思啊 买了个小吗 要卖死掉了 会吧 不要 我 啊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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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打这种 呃就是 看盾脑加满的 打起来就特别累 那你没办法 差不多吧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开这个 开审判 你就开爆发 反正他那些小技能都打不死你的 除非开了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抓不要乱来 还是要慢慢抓 你管他那么多呢 对吧 你就慢慢来 他打你扶口 我们就扶口 你下来还是慢慢来 不要什么心意所恋啊 乱丢 这样导致没来啊 或者抓不到啊 你抓不到 反而距离拉的更开 都是挺麻烦的一回事 好吧 就到这里 OK第四场 这一场的是魔导 魔导 就躲一下子 还有一个小洞 他上面都会弹坏 对 但是我没来得及躲啊 好 可以 小定没了 我们来爆发 好 闪现没了 好 好 好多了 好多了 这里我就是要说一下 这个我就是要说一下 就是爆发后 你不要乱用那个 电锂车 你们还是慢慢抓 我这个其实很简单 你看哈 我们这个第一个 好 然后是剑鱼 我们还有剑鱼 还有心所练 真是的 怎么那么不给力 难道他也学我 开了家事后慢慢过来抓我 可以打这个摩托 对眼神 好 这个打摩托 我前面都说了 就是边打边说 其实就是一个小顶 一个大家所 就这样子 还有就是你意识好的话 你什么有些技能 你都能差不多知道人家干嘛了 向前面那个传送 对吧 只不过他传的有点快 但是我下意识 我还是拿强伞躲掉了 对吧 这个嘛打的越多 你们都懂的 我就这里不怎么多说 好吧 这个第四段就到这里 好的 这第五环怎么又是摩托 还是刚刚那个 这只 小定 强杂没了 悟空没了 看一下啊 差不多了 小定 好 打小定全没了 回到来就是 连招时间 直接飞风了 没错 我飞风的一瞬间 他用了抢手 好 飞风上 结束了 好 离开个宝发 还有个 注意一下 传送没了 好 结束 我好像到天梯第一名了 ok的 再来盘 我就第一名了 啊哈哈 摩导的结尾我就不多说了 参照上一段 ok 好的 接下来是天梯 地基场来的 别忘了 啊 食物兵 哦 你以为是蛋吧 嗯 好快 看来我一开始没抓到啊 好 别 卡了 哎呦 又卡了 哎 怎么卡的啊 小伙子 化身就化身了 他开没开啊 没看到啊 呵呵 啊 没开 没开都不用怕 他不开 你就不开 这么简单 ok 走 哦 看看啊 抓住 被连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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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神经 呃 呃 他前面一盘审判判划身不审判力量都没开 我的爆发也一盘没开 总归你打十足军 其实很简单 就是等他什么时候 这个放这个什么 放这个审判力量 你什么时候来就放精神爆发 然后的话 这十足军其实就是你怎么抓 你还是慢慢走过去慢慢踢射 当然他那个滑步螺旋速度有点快啊 滑步 旋落还是螺旋来着 忘掉了 呃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游侠就就算他用这个技能把你打到浮空 他没有后续技能能继续打你浮空 所以说你有时候中了就中了也无所谓的 当然最好也是别中 但这个就是如果你靠的太近了你也不好直接踢射 因为闲着他这个滑步螺旋很容易跟你这个踢射擦肩而过 然后你们距离还这样子拉开来了就很难再去追 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你要看要看对手他的那个滑步螺旋用的快那你没办法如果他用的稍微慢一点的话那你踢射就躲在他后面放就可以把他断掉 好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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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